2016年個人健保開放投保期已經過半 個人健保專員提醒民眾 加州全保需要注意的事情 2016年個人健保的開放投保期 已經過半了 那如果您現在做申請的情況下 保單會在2月1號才會生效 那進入到2016年 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1095的表格 那從今年開始 不管您是從加州全保購買的 有補助的健康保險計劃 或者是說從保險公司 或是像白卡那邊的左右的計劃 您都會收到1095的表格 那如果您有申請有補助的 加州全保的計劃 表格會從Cover California加州全保 發出來1095的表格 裡面會寫清楚您每個月 所得到的政府補助 有哪些月有拿到保險 如果您是自行購買的 off exchange的計劃 從保險公司會發出來1095B的表格 那另外呢 如果您或您家裡的小孩 有在用白卡的時候 Medical的保險 County政府那一邊也會有1095B的表格 寄到您的家裡 所以如果您現在是發現您的家庭的地址有任何的改變 那一定要及時的聯繫保險經濟 避免到時候這些重要的文件是沒有辦法收到 那您收到這些文件之後呢 您可以把它交給您的報稅會計師 那會計師那一邊會做相應的處理 那如果您現在的小孩或者您現在在使用白卡 發現我今年的收入會有提高 我不想用白卡了 我想用到健康保險 那您一定要先去County Office那一邊找到您的Social Worker 也就是您的社工 和他去更新一下您家裡的情況 包括全家的人口數啊 包括您的收入情況 那County Office那一邊會把您的資料update之後 回傳給加州全保 這個時候呢您再聯繫您的保險經濟 那保險經濟呢就會從您的這個加州全保的賬戶裡面 幫您做好申請的動作 那因為Medical的這個白卡的申請是全年性的 所以說如果您任何時間發現您的收入已經超過了白卡Limit 您都可以去County Office把自己release出來 那這樣子呢就可以加入到加州全保 得到一個非常好的健康保險的福利 那2016年的開放投保期是到1月31號就截止了 您一定要抓緊最後的時間 那如果您的保單是在1月15號之前送件 您的保險會在2月1號生效 那如果您是從1月16號到31號送件 您新的保險會在2016年的3月1號才會生效 那所有的保險福利呢和2015年都會有一點點小小的差別 如果您想知道您在2016年的健康保險的福利到底是什麼樣子 歡迎您聯繫您的保險經濟 歡迎您聯繫您的保險經濟